我一個孫子就經理就考大學 真的是非常歡迎啦 聽到我們經理說 雲雲好像有很多的老師帶同學到這邊就是來參訪 那現在如果阿嬤講國語不標準啊 穿插塔語可以嗎 可以 可以 我常常講國語的時候都會打擊 因為講不太標準 有時候就講國語講台語這樣 那其實剛剛我們經理有說 我在推這個有機村 那為什麼阿嬤要推這個有機村 因為阿嬤在這個頂戴村啊 做村長20年 好村長齁 村長20年 還有今天設計總幹事 所以都20年都發敗這個村莊的推動 早期是推動 像你們來有沒有看到蠻多種紀錄啊 早期阿嬤都有在推 設計立場化 還有就是推一些環保的工作 所以我們大概在民國九十九年 九十五年到九十九年 我要到全國不大的環保社區 這真的是很容易的 因為全國的齁 我們就在十年以內 所以你們現在看這個村莊啊 就是看起來 會覺得蠻舒服的 因為宜蘭縣本來就沒有一些工業 所以說不論是空氣水 水水都沒有很風暴 尤其三星 三星香 因為宜蘭縣有首要的香陣 首要的香陣 那三星香是其中之一的 那三星香是在宜蘭縣的水的源頭 就是一枝草在水桶 所以這裡定數 這地水定數就是比較高 比較不會淹水 那其實現在不淹水是因為我們兩條溪 現在裡面旁邊這個是安榮溪 那本來是有一些很多的草 比較有鳥類啦 還有一些坤口 那後來因為地方的人想要就是把它整理的 看起來更好幾乎 有它的漂亮 不過就是因爭掉一些動物幾乎的地方 那我現在也是在這裡 有這個獎牌 有這個獎牌 那後來因為在這個地方 我相信澳洲人就會一直去了解 農民做罐子農業 罐子農業就是有噴農藥的叫罐子 已經做習慣了 那農民大概就是說 一公頃大概扣一扣啦 扣一些機器的工錢 還有一些別料水 大概只有賺四五萬 才四五萬 一公頃三千坪很大 所以對農民來說 他們就是 因為這個 大概因為政府早期 早期因為為了產量 為了產量就從外國進口那個化學肥料 還有農藥 現在用的竹草劑 因為為了產量 提升產量 相對的經過好幾十年的這個工作以後啊 雖然是增加產量 但是產量是增加了 但是價錢也不太好 像我們大概農會 一般農民種的盥洗 收割以後就交給農會 交給梁山 對他們來講 他們收也是不好 那因為 因為這個有機的農業齁 就是要有人在動 要有人在動 那剛好 我在出莊機的二十年 對 對農民的收入啦 對他們 有時候噴料會動股啦 我自己是感受很深 感受很深 那後來 我大概民國九十五年 就買幾十年 民國九十五年 那現在 民國九十五年 就十一年了齁 十一年前 阿嬤 因為阿嬤雖然是住在村莊 不過阿嬤很不喜歡文龍藥 文龍藥真的會覺得很難受啊 很難受啊 很難受啊 有啊 對啊 而且有機米 就是完全不噴農藥 不放化學回料 也不吃除草劇 所以是非常健康的 除瘦籠 那 那 有機農業 你就是要用 苦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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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苦茶油壓過以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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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不放以後啊 為什麼 福壽樓會 就會 掉 因為 福壽樓有黏液 那個 就淹不淹 這麼多 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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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